S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厨具台面高度的设定 一般国产厨具台面高度设定在85到88公分左右 那欧系厨具的话 台面高度都会设定在大约88到94公分左右 那基本上影响台面高度设定的原因有料理习惯 亚洲人比较多大火快炒翻炒动作 那欧洲人比较多是慢火炖煮的情况 那另外厨具的高度也会影响到台面高度的设定 炉架高度一般在4到8公分左右 那如果再包含平底锅 这个把手可能距离台面会有15公分的距离 那料理上可能会比较掉手 那如果是电炉的部分 电炉的高度基本上就是台面上再加一块玻璃的厚度 比较不会有掉手的情况发生 谈到水槽区的部分 其实厨房使用上有70%左右的时间 都在水槽区附近做清洁及被料的动作 那水槽高的话 有助于减少长时间使用下来的腰酸背痛 另外再加上近年主流锅具是平底锅及平底炒菜锅 已经减少了很多翻炒的动作 所以近年来厨具台面高度的设定有变高的趋势 有些人会想要在厨房中做两种不同的台面高度 做台面高低差的设计 那我们比较不建议 因为会容易有工作意外 那台面分割会使台面的利用率变低 那美观的部分就因人而异 以上为厨具台面高度设定的经验分享 如果有任何厨房设计的相关问题 可以加我们影片下方官方LINE AT的连结 与我们联络 或是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谢谢 S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